肺结节是临床常见的异症情况 很多病人是在体检或者是住院检查证 无疑中发现的 而肺结节又是心脉科常见的 比较难以确诊的疾病 肺部微小结节 有73%的恶病例主要是肺性癌 其次是细脂气管肺泡癌 还有27%是良性胀胃 主要是血管流 能痒热亚种或者是肺结核 所以病人一旦出现肺部节节 搬有吸烟死或者是 有咳嗽卡糖卡血销售这些症状 就需要及时的结合心部增强CT 或者是肺癌的相关整理标之物检查 来排除 如果有异常情况 三到六个月复查心部CT 以及整理标之物 观察出现病情的明显变化 比如说整块结节要明显增大 就需要做止气管镜 或者是肺窗刺活检来明确 或者是通过心向镜 以及开心手术来切除整块 即使是病例检查和基因检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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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